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 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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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 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 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 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 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 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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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 成为最深的形状 做了赎罪计 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使律法的义 成就在我们这部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 体贴肉体的事 随从圣灵的人 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原来体贴肉体的 就是与神为仇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而且属肉体的人 不能得神的喜欢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属肉体 乃属圣灵了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基督若在你们心里 身体就因罪而死 心灵却因义而活 然而 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着的灵 若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弟兄们 这样看来 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 去顺从肉体活着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 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如今 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拆遣自己的儿子 成为最深的形状 做了赎罪计 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使律法的义 成就在我们这部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 体贴肉体的事 随从圣灵的人 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 乃是生命平安 原来体贴肉体的 就是与神为仇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而且属肉体的人 不能得神的喜欢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属肉体 乃属圣灵了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基督若在你们心里 身体就因罪而死 心灵却因义而活 然而 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着的灵 若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必死的身体 又活过来 弟兄们 这样看来 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 去顺从肉体活着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 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如今 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拆遣自己的儿子 成为最深的形状 做了赎罪祭 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使律法的义 成就在我们这部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 体贴肉体的事 随从圣灵的人 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原来体贴肉体的 就是与神为仇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而且属肉体的人 不能得神的喜欢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属肉体 乃属圣灵了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基督若在你们心里 身体就因罪而死 心灵却因义而活 然而 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着的灵 若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弟兄们 这样看来 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 去顺从肉体活着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 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如今 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定罪了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拆遣自己的儿子 成为最深的形状 做了赎罪计 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使律法的义 成就在我们这部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 体贴肉体的事 随从圣灵的人 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原来体贴肉体的 就是与神为仇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而且属肉体的人 不能得神的喜欢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属肉体 乃属圣灵了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基督若在你们心里 身体就因罪而死 心灵却因义而活 然而 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着的灵 若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弟兄们 这样看来 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 去顺从肉体活着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 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如今 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拆遣自己的儿子 成为最深的形状 做了赎罪祭 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部 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 体贴肉体的事 随从圣灵的人 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原来体贴肉体的 就是与神为仇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而且属肉体的人 不能得神的喜欢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属肉体 乃属圣灵了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基督若在你们心里 身体就因罪而死 心灵却因义而活 然而 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着的灵 若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弟兄们 这样看来 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 去顺从肉体活着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 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